分享這個演講 那所以我希望演講不要太像上課一樣 不然可能10分鐘之後就開始打瞌睡 我去聽演講 如果說一直這個老師 一直講他的這個很枯燥的內容 那很快就會想睡覺 尤其現在剛吃飽 我想說就是講一些比較簡單 一些比較生活化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今天其實就講一些我們骨科 比較常遇到的一些大家會想要知道的事情 那我自己是做骨科然後做運動醫學的 那所以我今天把運動的好處 特別強調一下運動對我們的好處 不管對什麼年紀的這個人啊 年紀大年紀輕 甚至於小朋友 在做運動的一些好處都會帶給大家 然後另外會講一些比較 比較關於退化 就是骨質疏鬆的一些大家比較會面臨到的問題 那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 我會跟大家做交流 就是一邊聊天 一邊就是演講 然後跟大家去分享這些專業的東西 那我們醫院好是在新宿路上 在新宿路上 就是從我們這邊 我們算是南新莊 那在新宿路上 離這邊蠻近的 我剛開車過來 大概10分鐘不到 就到了 那附近看起來也蠻熱鬧的 人口也蠻多的 那我們醫院好在我自己是骨科 我是外科醫師 那我們這邊提供骨科的這個治療 是非常全面的 就是大家想得到的骨科的問題 像我自己專精就是運動醫學 脊椎還有關節重建 這些其實我都非常有信心說 這個我們的醫療品質跟醫學中心 是可以並駕齊驅的 我自己是中國醫藥大學訓練的醫師 那之前也在馬街醫院待過 所以我們希望來到這個地方 可以讓帶給地方的這些鄉親 更健康的醫療觀念 不是說來醫院接受治療 我希望把這個健康的觀念 讓大家帶回家 這是我今天來社區演講 最希望達到的目標 那再來就是我們來看看 我現在先講這個運動 帶給我們的好處 運動 運動 我不知道現場大家有沒有喜歡 譬如說去散散步 有些人超慢跑 騎腳踏車 走一走山路 這些運動習慣的 多還是不多 有運動習慣的幫我 不要害羞舉個手 所以來聽課的都是喜歡運動 喜歡健康生活的 我們一定要走出來 一定要走出這個家裡面 然後走到外面去去做運動 當然在家裡面做運動 下雨天也是很好 但是如果我們做戶外運動的話 它可以帶給我們很多很多的好處 我今天會一開始先講一下 運動帶給我們的健康的好處 當然我們今天講說 運動跟血糖啊 體脂肪啊 膽固醇 這是我們現代人吃太好 這個中秋節剛過 都吃 不是肉餅 柚子 吃很多這個 那 自然 最近可能 內科的病人 血糖高 脂肪 膽固醇 可能就不好控制 那運動可以帶給我們 很多的這方面的好處 就是淡血 再來就是運動 大家有沒有發現 去散步 去走一走 去小跑步 去騎腳踏車 去爬山完 回來心情特別好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還是覺得沒差 會比較開心對不對 這個是有醫學根據的 我們做完這個運動之後 抽血檢查 會有一些特別的數字變漂亮 這個是有醫學根據的 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到 再來 還有一個大家很關心的 骨質密度啊 骨質密度 運動跟骨質密度有沒有關係 這個 這個 運動跟骨質疏鬆 這個有沒有關係呢 等一下我們再看看 再來還有 最終最多 這個運動 什麼運動 會讓我們比較長瘦 健康長瘦 這個一樣 會 有沒有人想先猜一下 我們先猜猜看 因為最後會有答案 最後一張實愛的 會有答案 走路 走路 好走路 還有沒有其他什麼運動 會讓我們更長瘦的 慢跑 好 唱歌 唱歌 唱歌算不算運動 唱歌 可能算可能不算 腳踏車爬山 還有沒有其他 有沒有人要打球呢 游泳 有沒有人要打球呢 然後球網球有沒有要打 OK 沒關係就是這些運動 我們待會再看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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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 這裡有沒有人知道是哪裡 浴山 不是 清清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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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富士山的 劍峰 他是 日本最高的地方 比浴山 稍微低一點 3700多公尺 來 我們看下一張 其實這個運動 這很多 我們有名的企業家 都很喜歡運動 我想運動 他不只是讓我們心情好 他還會讓我們保持一個什麼 心情愉悅之外 健康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積極進取的個性 剛剛我們講到 好像我們講到 積極進取的個性 其實很有名的一個 一個運動 喜歡運動的這個運動家 就是 王永慶 王永慶 這個 我之前在長歌運動 拜過了兩年 那個時候 那個 老董市長也在 他 牛很大 90上下樓 他也會舉辦 那個 台塑企業的運動會慢跑 他會在那個 台北長庚 然後他會在那個 台北體育場 會舉行 那個時候是台北體育場 舉行 慢跑的活動 那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歡 亂跑 那運動會帶給我們 骨骼 肌肉等等 很多好的東西 那 我們看很多企業家很喜歡 運動 來 那運動 我們剛剛聽第一點講說 運動為什麼會造成 讓我們有好的心情 運動 我們大概有沒有聽過 腦內飛這個東西 腦內飛 腦內飛他就是我們運動的時候 大概一般來講 20分鐘以上 那記得20分鐘 我不是在這邊走路走5分鐘 就會產生腦內飛 不是 腦內飛他這個東西 會讓我們感到快樂 感到 痛苦變少 什麼叫痛苦變少 假設我今天開始做慢跑好了 慢跑這過程 有時候是很喘很痛苦的 但是超過20分鐘的運動 就會開始讓我們覺得痛苦會變少 另外會感覺到 很快樂的感覺 那這個圖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運動 這個是運動 然後呢 它會讓我們變強壯 拿這個啞鈴變強壯 它會讓我們很有自信 覺得我自己是 猶王 我是獅子王 然後呢 另外我們身體會 除了讓我們外觀看起來很強壯 像獅子王一樣 另外我們腦袋裡面 會分泌一些腦內飛 腦內飛 會讓我們的 痾 就是痛苦會變少 然後 我們自然而然 我們就會變得很快樂 這個當然這個是一個說 運動會帶給我們好心情的一些研究報告 那另外呢 除了剛才我們提到 常常聽到的腦內飛 另外它還會分 運動之後 還會分一個這叫多巴胺 多巴胺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 失智症 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 失智症它是一個 有一個左旋多巴胺 它的濃度降低 會造成這個問題 所以呢 運動的病人啊 喜歡運動的病人 自然而然 它腦內的這個多巴胺的分泌會增加 它會讓我們有快樂 而且會減少這個失智的一個機會 另外這個血清素 摧殘素跟腦內飛 這是目前研究起來 我們只要有運動的足夠的量 做安全的運動 我們就會有這個 腦部會有給我們很多的刺激 我們就會除了快樂 減少痛苦 減少失智的發作 減少失智的發生 它會讓我們就是 心情更好 更健康 那有一個東西叫做 跑步者的漁業感 Runner's High 但是運動超過某個階段的時候 身體會分泌腦內飛 那前提就是要長時間 持續中置高強度的運動 身不洗等等這些東西 比較容易讓我們有快樂的感覺 那好 綜合這些 我們再回到剛剛第一個跟大家問的 我們剛剛很多這個 這個聽課的同學們 有聽到說你們洗都有在運動 那有沒有符合我們講的這個 超過某個階段 一般來講40分鐘 長時間連續 中置高強度 中置高強度 一般以各位的年紀 大概抓心跳 那我感覺有心跳有一點點喘 大概一百 心跳大概一百上下 大家有沒有做運動有這個 有帶這個強度 一般走路會不會 會不會超過一百 不會對不對不會 大概我們大家講就很清楚 爬山就有機會了 剛剛誰講爬山 爬山 爬山會 但是前提要看說 大家的那個 身體 譬如說有沒有些身體狀況 譬如說有些病人是 退化性關節炎 脊椎開過的刀 髖關節開過的刀 等等 可能就不適合爬山 但是爬山確實 你只要大概爬山四十分鐘以上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 那觸屏給你 某個人喜歡爬山 爬到好像上癮了一樣 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朋友 不然他每天要去爬山 他才感到快樂 有沒有朋友是有這種 這種 他其實不是上癮 是他覺得這種事很快樂 那這種快樂 其實如果說大家去 去真的去嘗試的話 除了讓你更健康以外 你也會真的覺得 覺得非常快樂 除了爬山以外 還有沒有同學要 什麼運動還會容易達到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講說 跑步者的愉悅感 那就跑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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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寫跑步者的愉悅感 跑步腳踏車這一種 跑步齁 年紀大 對如果有退化的病人 但不會建議說 這已經退化性關節了 我們還叫病人去硬跑 那不可能 對 那如果說 醫生跟你講說 你的關節狀況還不錯了 所以這個就要諮詢 我在眠診常常 對病患去問到說 不是 我的狀況是不適合去跑步 我就觀察他的關節退化的狀況 觀察他的肌肉 觀察他的肌肉狀況 如果適合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的方式 那通常腳踏車的比跑步 在安全的 就對關節來講更安全一點 但是腳踏車的問題齁 如果能力稍長 我們很怕病人騎腳踏車 那摔倒會非常極為麻煩 所以腳踏車 通常我會建議我的病人 即使是有退化病人齁 我也會請這樣子的病患 在家裡 如果能夠 譬如說來運動中心 騎一個固定式的腳踏車 也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對腳踏車 好不如剛剛講爬山 還有什麼什麼什麼運動可以 這個 讓我們可以持續長時間 有沒有要 游泳 欸游泳 好啊 游泳是一個非常強的心肺運動 如果能夠游泳長時間 心肺要到100應該沒有問題 對一般來講 因為每個人年紀不一樣 體能的狀況不一樣 那一般就是 因為我看這邊引髮族居多 那引髮族居多 就是通常我們抓100 110左右 然後時間延續長一點 時間延續長一點的運動 對於我們的身體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如果是高強度 穿刺的這個不適合說 我們做了一個 除非是再年輕一點 或者是有做特殊訓練 的病人 的這個運動選擇 有一種腳踏車跑步 對 R3 然後 欸問題慢一點好不好 對 對 比較輕鬆的 是 比較輕鬆的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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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的狀況 可以比較 建議 差不多 你說有風險是不是 對 因為 剛剛提到說 每個人的狀況不同 所以我們把 其實文獻上是說120 那我是 因為今天是對比較多的群眾一起講 我就把心跳稍微調低一點點 因為 有些病患他可能 譬如說他心臟衰竭 譬如說他的肺功能不好 那大概就沒有辦法去做到120 對 那其實我們在 建議 一般都是建議到120 那 因為今天是 對大多數人的適當的 我們就會抓比較輕鬆一點點 就是抓100上下 這樣子 長期來講 心肺功能是 對健康的個體來講 是比較 健康的一個運動的心跳 這樣子 對 那這種心跳的模式 其實是讓我們 後面也會提到的是 燃燒脂肪 你算慢速 然後時間拉長的運動 會讓我們燃燒脂肪 每個運動的心跳強度 他是會走不一樣的路徑 去產生能量 大概是這樣子 那一般 那每個人 像我跟你 我們的心跳區間 又會不一樣 所以變成說在 沒有做過測試的話 只能講一個大概 一般來講 就是抓一個 我不會上氣不接下去 我可以跟你一邊聊天 一邊做的運動 大概就不會有問題了 對 不用衝刺還是聊天嘛 因為你是一邊爬山 很輕鬆的走 然後還可以一邊聊天的速度 然後把時間拉長 他這個對心肺功能好 對燃燒脂肪也好 然後也可以 也可以 要有一點點呼吸的強 就是有一點點喘 但是是可以聊天的感覺 這種運動強度 他會讓我們一陣子 就會有這種 愉悅的感覺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請問一下 慢跑跟快走 慢跑跟快走 其實它是 我們使用的肌肉的不太一樣 就像 我們奧運會的進走 它可以比慢跑還快 這樣請問嗎 慢跑它可以比 進走喔 進走的速度可以比慢跑還快喔 所以它其實是使用不同的肌肉在做運行 像譬如說 進走 它是快走 它的腳是要打直的 這個是要做 他們是有規定的 再來就是兩隻腳不可以同時離地 這是一個進走 就叫快走嘛 的一個選擇 那如果是跑步的時候 它是可以兩隻腳同時離地了 所以現在喔 日本人他們在推行一個東西叫做 超慢跑 它甚至於推行兩隻腳對不離地的超慢跑 那病人也會問我這樣的問題 跟剛剛這個大哥問一樣的問題 說這個跟慢跑有什麼不一樣 那超慢跑這個東西 它會 它是 不離地 但是我都會跟病人講 我希望啟動更多的肌肉 慢跑啟動的肌肉就比走路多 那我就會跟病人講 我們希望啟動更多的肌肉 我們可以動作慢 但是我們把動作做誇張 動作做誇張 在家裡做 這樣子會啟動我們身體更多的肌肉 所以慢跑跟快走 它使用的是不一樣的肌肉群 慢跑啟動的肌肉群再多一點點 對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大致上的說法 對 跟這個大哥 欸 他的肌肉跟肌肉都不一樣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沒有錯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致上的區別 那一般來講 我們說快走 快走 如果說一般病人來跟我講說 他希望從什麼樣的運動開始 我們可以說你先步行 假設年紀比較大 那步行之後 把動作走快 再來肌肉變得比較強壯之後 才開始走到又慢跑這樣子 大概會有這個階段去做 對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運動這件事情 就是希望說可以持續性的 我們一天的做十分鐘 所以對我們的身體的好處其實不大 但是比不做好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持續大概可以到三十分鐘 四十分鐘 這樣子才會讓我們的心肺功能更好 然後得到運動的好處這樣子 這個是做完運動之後去做一個腦部的掃描 這個叫做Perfusion Scan Perfusion Scan就是我們身體血液循環的掃描 可以看到做完二十分鐘之後 我們腦部的腦孝水體開始分泌腦內肥 它是血液循環會變得比較充足 這個是 這是有一些科學根據說 運動可以帶給我們一些 減少疼痛的感覺 減少少痛 然後會感到開心的感覺 那這個我們就看比較 最高跟最低的就可以了 定期半年運動上 已經有運動習慣了 他明顯會降低憂鬱症的一個發生率 那如果是沒有定期也不打算運動 他的憂鬱症的這個比例會比較高 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統計 所以運動習慣 不管是人格的特質也會比較積極進取 他心情能會比較好 會減少憂鬱症的傾向 那剛剛有講到說運動啊 除了讓我們心情好 然後會再就是可以比較容易控制 這個體脂肪血糖跟膽固醇 然後我想這在座 其實一定多多少會要去 因為大家都是希望自己健康嘛 那應該多少都會去抽血檢查 那抽血檢查之後 大概醫師們總是告訴我們忌口啊 這個可以 血糖、血脂肪跟膽固醇 這些東西醫生總是叫我們說要減糖啊 然後油脂不能吃 這些當然都對啦 那當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啊 我們的身體 怎麼樣讓我們的身體 學習去消耗掉過多的糖分 或者是膽固醇 或者是脂肪 當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身體的細胞是可以被啟動的嘛 對啊 可以被啟動的 不管是肌肉 肌肉也是細胞嘛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脂肪細胞怎麼樣燃燒 怎麼樣可以減重 那大家說 我一直都吃超級少了 為什麼還不會瘦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代謝 代謝嘛 代謝就是 你說跳高怎麼樣 跳高怎麼樣 跳高是不是跳bers跳 跳成 對 身體狀況要看身 剛剛你講沒有說要看身體狀況 要看身體狀況適不適合 對 身體適合的就可以做 要看有的時候有生病的就不適合 剛剛有人講有提到說代謝 對我們身體 如果說沒有好好的訓練的話 代謝會變慢 代謝會變慢 這個也是有研究報告講的 假設我今天跑步跑五公里 一開始我跑五公里是非常辛苦的 是上氣不接下氣的 所以我一個月內可能因為跑五公里可以減掉五公斤 然後我連續跑一年之後 我會發現我跑五公里變得非常輕鬆 我發現我的體重也越來越重 這個是在遠古時代 人類他為了要節約能源 你做一樣的運動的時候 做一樣的運動 他消耗的能量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做一樣的訓練 一樣的運動的量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我有在運動 為什麼還是一樣會體重無法控制 就肢股體肢股還是很高 那其實是我們人他自己會去調控 他慢慢的我們就是代謝就會變慢 即使是一樣也在做運動 而且有文獻這麼支持 所以說當我們發現我做某一種運動 他對於我體重控制 血糖控制 膽固醇控制都不好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請病人做多樣的運動 剛剛一開始我們提到的這幾種運動 其實也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混著做啊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都沒有說 哪個運動是最好的 其實沒有這種事啊 講到爬山啊 游泳啊 腳踏車啊 走路快走慢跑 這些通通 如果能夠混著做 你覺得很舒服的 就是混著做 他這樣子會讓我們的身體 不要習慣某一種運動的強度 那自然就會比較容易控制這些 因為年紀真正增加的時候 他的代謝真的會稍微變慢 那它不一樣其實是因為人演化的關係 我們會習慣某一種運動 我可以看一下運動 這林書豪跟林聖文 他身高體重一樣哦 在這張圖片這個階段 2017的時候 身高體重是一樣的 那看起來不太一樣 當然林書豪是一個專業的運動員 那我們希望自己的肌肉量多 當然我們要訓練到像林書豪 這麼精實是蠻困難的 但是我們就是一個希望的 尤其是年紀方面增加 我們希望至少肌肉不要流失 肌肉不流失 我們推翻線關節人的比例會變少哦 不是肌肉沒有肌肉就不會推翻性關節 不是我們希望肌肉強壯比較不會推翻性關節炎 這個是也是有各個研究報告這樣講的哦 但專業運動員他的推翻性關節是比較多的啦 所以我們不太可能讓自己變成職業運動員啦 我想我也來不及了 但是我希望我們留住自己的肌肉 對 留住肌肉 這對於以後的退化絕對有正面的幫助這樣子 這個看一下 這個隨便看一下就好了哦 就是說這個圖片是在講說 我們的肌肉跟肝臟哦 它裡面是可以當作儲存糖分的地方 但我們運動的時候會把那個 運動的時候會把肌肉裡面的糖分排空 排空 那我們如果對比運動的話 肌肉裡面血液 肌肉跟血液裡面的血糖哦 就會跑到肝臟裡面 跑到肝臟裡面它變成什麼 它會製造成脂肪收起來啊 脂肪變成脂肪收起來 收在哪裡 收在我們的核心就是肚子啊 收到核心 收到這個屁股 收到這個準備過冬了啊 假設我們沒有運動 這個以前的人 以前的這個原始人 夏天秋天就吃吃吃 然後沒有運動 它就是把把這個能量儲存到肝臟肝臟 把它製造成膽固醇 製造成這個 脂肪收起來 準備過冬 所以我們不要讓這個變成是這樣啊 所以糖分最好是能夠把它消耗掉 第一個消耗的方法就是 就是不要吃太多餐嘛 不要一天都要吃吃麵吃糖吃蛋糕吃麵包 這些都是這些都是糖分很高的 那我們血糖如果持續這麼高的話 身體要怎麼辦 它會把它排泄掉嗎 不會耶 變成什麼 變成脂肪 那變成脂肪身體越來越重 肌肉有沒有變好 那我們再來我們的關節受得了嗎 那大家就變成我的病人了 就變成退化性關節炎 體重增加肌肉不好 那就是我們骨科的好朋友耶 不要當那個醫生的好病人 不要不要不要 希望大家少看到醫生 但是所以我要帶希望大家 特別把觀念就是帶給大家 健康的觀念 我們希望把脂肪變少 而不是說我們一直減肥 要吃藥減肥 不完全是這樣 我們希望先減少這個 澱粉啊 精緻澱粉的攝取 然後呢 什麼叫精緻澱粉 看不出來它是什麼的 譬如說一塊蛋糕你看得出它是什麼嗎 看不出來要看成分表對不對 這一條番薯我看得出來它是什麼嗎 番薯看得出來 原型食物 它就是比較適合我們去吃的 那如果是這塊蛋糕 大概我就看不出它是什麼 那種的糖是比較 人力變成脂肪的 剛剛這個圖其實是比較專業的圖 剛剛有一位行程問我 心跳區間的問題 它這個東西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不太容易去抓出來 因為這個變相是測自己的最大心率 最大心率 假設我的年紀最大心率可能是180 那我打個7折 180打7折 7的7.56 就是126 叫做我希望我做到的 有氧心率 剛剛這個大哥問了這個問題 對 那如果年紀像你可能比較長一點 你可能最大心率剩下 不會那麼高 可能160好了 然後打7折 那大概就是110幾 大概是以健康來講 就是打7折去抓那個有氧的 運動區間 因為這個不能預測到 而且都是大概而已 那像我剛剛講我120幾 我也不會一直看我手錶 我跑路的時候看一下 125了 要降低速度 你不會這樣做 就是一個 感覺舒服 可以跟旁邊聊天的 這種感覺的運動 就是比較建議的健康的運動 這樣子 那這個表格是在講說 我們在有氧耐力這個區間 是最安全最快樂的這個 我們希望的運動的強度 那一般來講 最大心率的大概60-70%左右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看 那如果在往上開始就會有點上氣 不接下氣 那這個就是看 剛剛也有提到 那哪位大哥問我的 說 因人而已啊 有些人這心跳就上不去 就是 那有些人這心跳會很快 那因為這個問我 不是你們個人的健康教練 但是我就會講一個比較一般的 大概以各位的年紀 做一百上下就好了 安全的一個健康的運動的狀態 好 這就要講剛剛的 肝臟會生出很多膽固醇 因為你們都會把它消耗掉的時候 會積在血管裡面 等到年紀裡面長 當一些代謝的問題 都沒有消耗掉的時候 開始就是心臟要增強 你知道有聽過這些東西嗎 就是心臟要做放支架 那心臟要放支架 有沒有可能老大要放支架 有耶 有有耶 好 老大的血管也會塞住 那有沒有聽過我骨科的這個 這個 下肢血栓的問題啊 塞住 有耶 可能骨科有病 來過種膝蓋好痛 結果發現是那個 血管塞住了耶 所以 我們要預防這個 或者是說我們希望這個問題 不要變得更嚴重的話 對 就是希望做好的運動 不要吃太 吃東西不要太頻繁啊 不要太頻繁 假設我今天 我假設我今天要吃 這麼多的食物 3000大卡 假設我的體重也吃3000大卡 我分成三餐把它吃掉 比較好 還是分成 十次把它吃掉 嗯 就 就 衣療研究 三次吃掉比較好 分三次 不要分成很多很多次 我們不要讓我們的血糖 持續 呈現這個 這個很高的狀態 因為我們的血糖一高 我們的身體的 叫做合成的酵素 就會跑出來工作 合成酵素是什麼 把它變成脂肪的酵素 就變成我一天分成十餐吃了 我都沒有在肚子餓的喔 我等吃一整天喔 大概 我變成我一直在 沒有肌餓的感覺 沒有肚子餓的感覺 於是呢 我身體的 合成的酵素 我一直吃東西啊 我就把這個東西 收集變成脂肪 這叫合成的酵素 叫胰島素 那如果我分成三餐吃 我餐跟餐的中間 是會肚子餓的 肚子餓的時候 我們身體有一種東西叫做分解的酵素 就是要把荷斑出來 這叫分解的酵素 它叫生糖肌素 生糖肌素就會出來工作 它就會幫我把脂肪分解掉一點 所以其實定時定量 原型食物 這是最建議的 不要說餓了 下午兩點呢 肚子餓了 就吃一塊蛋糕 像這種就盡量不一樣 這個對很多系統不好 因為我是骨科的 我說這個長期下來 對我骨質 對我這個關節也不好 這樣子 講到哪裡去了 講到這個就是 血管裡面的 希望要健康一點 用清道書把它清乾淨 這是講差不多的東西 我們身體有好的膽固醇 跟壞的膽固醇 那運動訓練 它會增加我們好的膽固醇的力量 當然有一些研究是說 補充一些比較好的營養的 可以增加好的膽固醇等等 但今天我不是營養師啊 所以我就沒有多強調這一塊 但是我會希望跟大家講 有養的運動這件事情 它可以降低膽固醇 降低膽固醇 然後提高高密度膽固醇 就好的膽固醇的量這樣子 那運用運動 運用運動就是重訓喔 重訓喔 常常病人會問我說 欸我有點年紀 我適不適合去重訓 那其實重訓應該是 適合每個年紀的人啊 重訓它的目的 其實是要讓我們的肌肉維持住啊 肌肉維持住才能夠讓 肌肉不要流失嘛 肌肉你若沒有維持好 你會發現 以前年輕的時候 小姐都希望自己的腿很細 但是到了這個四五歲之後 四五歲之後 我都會跟病人講 我們希望我們的肌肉要有強度 而不是要像焦蛙咖這樣很細 焦蛙咖很細 它退化腺關節炎 是很不容易去治療的 那這個東西喔 這一張其實等一下我們會講的更詳細一點 這是在講骨質密度的問題啊 呃 骨質密度喔 呃 跟運動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通常講到骨質密度 骨質疏鬆啊 病人第一個一定會問有沒有什麼 你們第一個會想問有沒有什麼 補充對不對 好 大概病給我補充什麼要吃什麼啦 齁 對 但是這個好像不是這樣耶 齁 沒有吃 只有廣告會告訴你吃某個東西 等於治療骨質疏鬆 直接打開電視看到會是這樣 那一個專科的醫師一定要告訴各位啊 要陽光要運動要飲食 而不是第一個就告訴你 假設你去看門診 他就告訴你打這個針 打這個藥 然後你的骨質疏鬆就這樣治療 那就是我覺得是偏離這個 一個治療他的本質啊齁 所以假設今天有人告訴你骨質疏鬆了 這幾件事要第一個要做到的 你一定要有陽光有運動要飲食 飲食要吃什麼啊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蛋白質高蛋白質的東西通常裡面含鈣也不少 所以可以對一半 但是蛋白質的目的應該更多是要增加肌肉量 或是維持肌肉量 對 然後鈣質 鈣質講得太冷藏了 沒錯我們就要吃含鈣質高的食物 有沒有要再猜猜看的 什麼 高纖維 高纖維粒是什麼 青菜 青菜水果 好 就統計啊 能夠從食物中攝取 最容易攝取的東西其實是 你看青菜類的 青菜類的 這才是 這才是最最厲害的東西 青菜 我們常聽到說吃小魚乾吃芝麻對不對 各位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能夠一餐吃一個拳頭大的小魚乾 不行對不對 太可怕了 那可能吃完就高血壓了 那有沒有人在吃一個拳頭大的芝麻 最不到對不對 但是吃一個拳頭大的青花菜可以齁 對 芥蘭菜可以齁 好 所以 其實在古聰 古職中醫學會的建議就是 吃深色蔬菜 一天一餐一個拳頭 如果妳能吃這樣子的話 大概也不太需要再去買袋片吃 對 大概不太需要 就是說 妳的攝取是 大概算是蔬菜三色蔬菜 而且它的量可以攝取得足夠 那當然醫生講這個 並不是說小魚乾不能吃 牛奶不能喝 起司不能吃 芝麻不能吃 也不是 也是剛剛講的那些 涵蓋高的東西 他吃不多 有可能叫妳吃一個拳頭大的起司嗎 但是吃半塊就已經 不好吃了 就開始噁心了 那牛奶這個東西 也涵蓋不少 但是很多長輩跟我說 他牛奶喝不多 小朋友可以喝很多 那長輩可能就沒有辦法 所以說 剛剛講到 剛剛講到 股脂 密度 股脂縮的問題 大概建議就是 一定要足夠的運動 運動 曬太陽 智商為什麼要曬太陽 維他命D 身體的維他命D會被活化 沒錯 那怎麼曬啊 曬太陽怎麼曬 夏天剛過 大家都怎麼曬 台北比較辛苦 這一樣有一個 流行病學的研究 說中南部的阿姨 跟台北的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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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骨質疏耶 骨質打不贏中南部的 哇怎麼辦 因為我們陽光比較少 這是有台灣的流行病學研究喔 中南部的骨質疏比較少耶 台北的長輩尤其是女生 骨質疏比較多耶 對 陽光比較不夠 那怎麼曬怎麼曬 假設今天也不錯 先放晴了 好 我們就給個 直接給叫做陽光處方 陽光處方在 古中醫學會的建議 夏天 它是一個大致上的區分 夏天就是清晨傍晚20分鐘 冬天就清晨傍晚30分鐘 它就是簡單的陽光處方 那都是剛剛講清晨傍晚啊 不是像假設上個月八月 中午出去曬20分鐘 誰受得了 應該燉不掉 所以就是這個陽光處方 剛剛講清晨傍晚 樹陰下這個都算 甚至有病患說他很少出門 我們說坐在窗戶旁邊也算 大家有接觸到遠陽光就可以了 那不要說插了 全身都是插那個 防曬 對 防曬 還有現在有一種 那個 我看過一個產品 它叫做 骨質疏鬆的防曬 防曬油 它曬不黑 但是 我們的紫外線要讓那個 維他命D活化的紫外線穿透的過去 有這種東西 有這種產品 可是給 怕黑又要曬的 然後又要預防骨質疏鬆的 病人去買的東西 我有看到這個產品 它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需要的 紫外線的剝長是固定的 所以他擦了那個防曬 陽光有用的地方穿得過去 但是又打不黑這樣 就有這種有趣的產品 講到食物 講到陽光 講到運動 這是骨質疏鬆最重要的東西 下一步還是講藥物 藥物那個再看看 等一下再看 然後骨質疏鬆要做哪些運動 有養 有養 腳踏車 跑步 游泳 超慢跑 快走 這都叫做有養運動 主抗運動 比如說什麼 拉拉力神 拉拉力神 這叫主抗運動 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 去壓一些東西 去排一些東西 這叫主抗性的運動 衝擊性的運動 衝擊性大概就是一些衝刺 或者是一些拳擊有養 老師帶著你做比較 比較強 比較 算是強度高一點的運動 負重運動 這樣負重身分 那這個可能要有教練帶會比較適合一點 如果有些病患 他會喜歡做這個 什麼 圓擊舞啊 或者是去公園做一些 老師帶一些運動 這都沒有問題 主抗性的那個就是 Course Training 就是各式各樣的運動的交叉 有教練帶著做的運動 都行 其實運動就是多樣性 比較不會受傷 另外就是 希望說 有一點點陽光的運動 就像你病人很喜歡游泳 我就告訴病人說 啊 游泳喔 他最大的缺點 就是躲在這個 室內以後 會有 比較沒有辦法 曬到陽光 如果有室外游泳池 能夠曬個半個小時 其實就是更加適合的一個運動 那你剛剛講 第一個問題對不對 什麼運動是長壽排名第一名 剛剛大家居然都沒有講 瘸裂運動 瘸裂運動 瘸裂運動才是最殘壽的 但這個東西 我就是統計非常的 非常的粗淺 他自己很難去抓到 足夠的這個 群體去做 做分析 然後第二名是什麼 游泳 改善血液循環 預防 第三個是瑜伽 第四名是跑步等等 那其實這個東西 不用太在意排名 大家如果是 剛剛講說 多樣的運動 是更好的 台北馬拉松 我去 這應該是去年前年吧 去年去跑台北馬 大家有沒有概念 馬拉松一場 要跑多久 42.195 42.195 對對對 然後大概要跑多久 兩下爭口 兩下爭口是世界冠軍 世界冠軍 算是兩個小時 二 一分鐘左右 兩下爭口 一分鐘左右 我大概跑三個小時 二十分 三個小時二十分 三個小時二十分 再來我們講一下 骨質書生好了 骨質書生就像 我們打個比方 這個房子 舊了 他的柱子變成 舊康 或者是說 像海鯊魚一樣 他的柱子變成 支撐力比較差 那個叫做骨質書生 那 男生多 女生多 骨生 女生比較多 有些病是男生多的病 有些病是女生比較多的病 那 骨質書生是 女生比較會發生的病 好 這個可以看到一下 65歲的台灣的女生 好 那 二十分 二十分 有一個 一個地方的曾經 因為骨質書生造成骨折 他講到自己媽媽就是 然後他的手腕 因為骨質書生造成骨折過 那 男生大概十個有一個 女生大概五個有一個 很高 那 現場 大家可以問一下 有沒有人因為骨質書生骨折過啊 有沒有 骨質書生性骨折 他發生了 但是你的骨質不夠好 所以剛剛提醒那三件事情 就要認真的去執行 陽光曬太陽 運動 一點點衝擊性的運動 原地跨步其實就算是一點點震動的運動 快走 這些都是 還有飲食 要多加一些生色蔬菜 高鈣質的東西 那當然統計說 這個年齡會有多少萬啊 增加到多少萬 因為台灣的 肝靈化社會 這個會越來越多 那這個看一看就好了 就是說 我們的身體 他是 他是一個鈍態的 就是 菇湯會新長新的 還有會流失 還有新長新的會流失 我常常病人打比方的時候 就像一個水桶 會漏水也會加水 會漏水也會加水 所以你要想辦法 讓加進去的水變多 怎麼樣讓加進去的水變多 怎麼樣 來來來 剛剛講的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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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聽到有人問你 果實上應該怎麼辦 第一件事就是回答 陽光運動的飲食 陽光運動的飲食 它其實就是要讓我們 加進去的水變多 維湯運低 合得住鈣質 吃東西增加鈣質 運動合得住鈣質 怎麼讓它漏水變少 也是 很快運動的飲食 好像也是 運動的時候 它刺激了你的骨質 它會讓你的流失變少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很多藥物 它會讓你的這個 死骨細胞 死骨細胞 會減少它的核性 它會讓流失變少 不然我這個水桶一直漏水 我灌再多東西也沒有用 那這個要用什麼藥的話 那就要跟你的組織師 譬如說你來請問我 我說說你的年紀 你的性別 然後你有沒有骨折過 然後來選擇說 要用什麼藥物這樣子 那當然呢 病人會問說 那有沒有辦法 讓這個造毒性 要變強一點 有耶 也有這個藥耶 那這個 當然很多這邊見到 哇 好像沒有要去哪裡 你買什麼藥來吃 增加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造股性 不可以先用藥喔 有人這樣跟你講 千萬不可以相信喔 這個要來 就是要跟醫生討論才可以 那這個這邊就是在講 我剛剛講的大手筒 那個理論 骨頭 像一個手筒 上面這些東西 是想辦法讓它灌水 下面這些東西 想辦法讓它不要漏水 都是英文啊 還討厭喔 那 但是就大概有講的東西 不管是營養啊 藥物啊 荷爾蒙啊 就是要讓我們灌水量變多 那 熱水要變少的話呢 就有一些藥物啊 女性荷爾蒙本身就是會保護 保護 漏掉 骨質這件事情 但是 啊 有一個 有一個 大姐問有人 他說 喔 郭茲說那個女性荷爾蒙可以保護骨質 不要流失 於是就去 買女性荷爾蒙的藥來吃 平均之後買這個來吃 可以嗎 不行喔 對 不行 這個用女性荷爾蒙來控制骨質疏鬆這個功能喔 大概20年前就被丟掉了 你會發現副作用太大 副作用太大 它很多的一些不好的副作用 除非你的婦產科醫師建議你要吃 不然不太建議說 用那個 女性荷爾蒙來控制骨質疏鬆喔 然後另外 維他命D 剛剛有提到喔 維他命D 還有沒有什麼生活中可以做的 好像沒有耶 還是一樣 就是 還是停留在剛剛講的 陽光運動飲食 這個是生活中最需要去做的東西 那藥物 就是完全要請醫師來做給建議 因為現在喔 在臨床上在用的藥啊 他對於骨酸的 不管是 我剛剛講的 生成 這個造股細胞的 或者是 讓這個 拆房子的 拆房子的 不要那麼的囂張的 藥都蠻 蠻普遍在使用的 所以我真的有嚴重的骨質疏鬆 甚至於合併骨折的齁 就要趕快跟你的主治醫師討論 是不是要用藥的部分齁 除了剛剛健康的 生活習慣以外 要不要用藥 就要跟你的主治醫師討論 好好討論一下 來看一下 上面這個叫做正常的骨頭結構 下面這就是海鯊屋齁 明星慢慢增加 我們會變成像海鯊屋一樣 它就會變得比較沒有支撐力 那這個 來醫院的話 我們會做骨質疏度檢查 但在心態醫院 這是很標準的配備 那很多 非常多非常多的病況 都會問我 適不適合做這個骨質疏度的檢查 那我隨便講一個例子好了 有一個跟我一樣 大概算抓50歲好了 一個50歲男生 看起來也是蠻常運動的 但是很 因為最近腰痠被痛 跑來問我說龜屍 我想自粹做一個骨質密度檢查 有沒有 當然我可以開支費給他做 沒有問題啊 沒有必要啊 50歲男生 有沒有必要做骨質密度 還有第一個問題 再來 53歲女生 一個停經的大姐 已經停經的大姐 問我說龜屍 剛停經 我想自粹做一次骨質密度檢查 有沒有必要 第一個大家都不講話 第二個說有 好 這個也是蠻辛苦的一個問題 就是 這蠻不公平的問題 女生確實停經後 骨質疏通醫學會建議 停經後的女生 大概在亂的那個時候 51 52 53歲不一定喔 看你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一樣 50歲上下女生 建議做一次骨質密度檢查 當作我們的一個基準點 因為在這個點開始 你的骨質密度會下降的比較快 會下降比較快 那男生的話 一般僅僅大60 65歲到做就可以了 除非有特殊的狀況 或者是單純只是為了要做身體檢查 這樣子 所以這大概的一個概念 講到什麼 講到這個是我們醫院的簡單的儀器 這個是標準的全世界大家一起比較的機器 這機器很好玩 這就是像考試成績一樣 今天我去考試 我考80分 大家覺得是好還是不好啊 真的嗎 應該說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看你在放牛班 還是在直升班 對不對 還是在直升班 所以每個年紀 大家比的都不一樣啊 假設我50歲 我考試考80分的時候 大家好還是不好 那這個機器很有趣啊 機器它是會把 說全世界喔 全世界喔 亞洲人 白種人 黃種人 全部都把這個 這個數字全部收集起來 去做比較 他會給我們一個 說你在這個 這一群人裡面 你考試成績考多少 那醫師就會幫你判讀 說你這個 OK不OK 骨質密度是OK不OK 它會跟你做 做比較 它不是說80分就是很好 搞不好全班都考90幾分 只有你考80分 這樣當然不好啊 那搞不好你考80分 因為全班都考60幾分啊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東西其實是做 做比較的 他會把全 亞洲人的 男生跟男生比 女生跟女生比 然後跟同年紀比 跟年輕的 男生比 或是跟年輕的女生比 好這個 醫生會判讀給你聽喔 然後如果啊 今天今天要花錢 就叫你花錢 這個小小的機器 他就腳踩下去 你如果要花錢就不要做 而且不用花錢就好就可以做 為什麼啊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 算是篩檢 篩檢 他沒有辦法 像這個大台的機器 給你考試 就是全全全世界 就是全亞洲人的比較 他沒有辦法做出來 還是 右邊這個嗎 左邊這個 基本上 基本上 不會在健保上面去使用 因為真正要做 這個健保有幾副 健保幾副 是要一處骨折 一處骨折 那這個就是送你的啊 左邊那是送你的 對 那個東西 有做那 大概都不會跟你收錢 所以我剛剛講 不收錢的可以做 這個那就是健保做的 對對對 這個東西有骨折的話 是符合健保 或者是有一些 譬如說有一些 醫生要收案 收案就是他要 要做統計 那個時候也會開放一些名額來做 對 那這個東西 他是比較準的 這個叫做 雙 雙能量S光吸收 車證碼 Dexa Dexa 這個是比較準的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簡單的篩檢 有時候我們社區的活動 偶爾都遇得到 你可以做做看 做篩檢 假設篩檢出來成績不好 也不要太擔心 可能是真的不好 也可能是假的不好 那如果是 要怎麼確定是真的還是不好 還是假的不好 那就要來做正確的檢查 這樣子 那記得一個數字就好啦 2.5 2.5 2.5 通常就分析出來 你的骨質密度 大低 2.5 2.5 負2.5 假設 0 0在這裡 好 負1在這裡 負2.5在這裡 好 負1到負2.5中間 負2.5 就叫做 Gimme 鎖 負2.5 負3.5 這也都可以講 它就是在 permanent 負1到負2.5中間 負2.5以下 那就叫做 負2.5 全世界的病例都一樣 全世界的說法都一樣 齁 全世界的講法都一樣 -2.5的數字 這個網路上可以下載的東西 看看就好 這個評估自己的高風險什麼的 那評估完其實還是會叫病人 去做一個骨質密度檢查 他們就會問說 -5年有沒有人曾經跌倒後骨折 其中一個駝背的現象 年紀有沒有超過40歲 成名後是不是會摔倒 造成骨折等等 很多的問卷 那這個問卷應該會寸出一個成績 說你有沒有處在一個高風險的 這個骨質出雙的環境下面 這個可能我覺得我通常不太會給病人填那個問卷 因為你都會直接給病人 針對病人的狀況給累教 然後該做檢查就去做檢查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 那我一開始就提到我自己 母親大概五年前發生第二次骨質疏鬆的骨折 手腕 它是骨質這個手腕發生骨折 那另外脊椎的骨折 髷關節的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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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會影響到我們生活品質的 那假設發生了骨質疏鬆進骨折 而且沒有好好的做治療的話 整個身體品質都很差 假設發生了沒有好好的做治療 剛剛我們一開始講的運動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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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沒辦法做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最好不要發生 萬一發生了要怎麼辦 這個大概分這兩個事情去看 我剛講 主動的鈣 維生素D 如果一個醫生看到這個維生素D和鈣 你是開給你吃維生素D和鈣 於是就不管你的這個醫生也不要看 我一定不會告訴病人這樣 我一定看到病人你要做到氧化脈動飲食 不足的部分再去補充 再去花錢買鈣跟維生素D 通常這個維生素D應該說 鈣片裡面現在通常大部分都會加 加低 大部分都會加 那如果說我今天一個攝取的不足的病人 我只告訴他去買這個產品來吃 我覺得那樣是不負責的 所以應該食物也要 因為你食物吃進去 你吃一顆花椰菜 吃一個拳頭的芥蘭菜 吃一個拳頭的這個燙青菜 的像地瓜葉這種深色蔬菜 你得到的好處不會只是攝取到鈣 你得到好處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要告訴病人健康的事情 像攝取主動的鈣 維生素D 從事適量的運動 還危險因子剛剛還沒提到呢 我們在一邊吃健康的東西 一邊抽菸喝酒吧 這個就是現在拔河健康的拔河運動 這樣就不太好 一邊攝取很健康的東西 一邊又抽菸 吃抽菸裡面很多的一些叫做 這個自由肌 會讓我們身體的氧化過程會不好 我們身體氧化細胖容易突變 這個不會這樣做 盡量的減少菸酒 含這個飲料的攝取 再來 剛剛講到非藥物的治療 非藥物就是攝取主動的第一運動 然後介到一些不良因子 藥物的治療 有關治療就不多說 因為藥物治療還是要找醫生一下對 預防骨折 大家有沒有想過 咳嗽打電氣跟骨折的關係 有耶 大家有沒有都知道 看過地方江湖傳說 看過社會新聞 80歲的腦瘟感冒之後 長期咳嗽 醫院檢查發生壓迫性骨折 真的耶 非常常見 所以咳嗽的時候 可以的話 稍微有挺直身體咳 不要凹下去 拷下去 真的會壓迫性骨折 不要開玩笑 蠻常遇到的 通常就是合併一個感冒 然後感冒咳嗽好了 然後跟醫生說腰超痛 好 注意啊 打噴嚏的時候 要直替身體 不要這樣靠下去 再來就是 起床的動作啦 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要注意一下 如果起床 這樣站起來這個動作 要小心 跌倒啦 好 家裡啊 多設置一些扶手啊 地毯最好不要太複雜 晚上起來上廁所 踢到地毯就骨折 哇 這個常見 還有病人 七八十歲的阿姨 跟我說要起來 打蚊子 骨折 所以聽到 那是帕巴那骨折的 很多耶 他說 有沒有聽過 這就是 趴巴那啪之後 自己就跌倒了 喔 這個 什麼 骨折花費9到13萬 真的耶 差不多耶 差不多耶 一個骨折下來 這個還是住院花費喔 你有沒有想過照顧的人啊 工作這個也不能做啊 等等的 哇這個 所以小心啦 齁 除了剛剛增加 有一些骨折的方法以外 再來就是 這個要預防跌倒 齁 預防跌倒 大概就是 運動啊 平常要做一些 好的運動 定期訓練 肌肉力量齁 這些 然後 還有注意一個就是 半夜有吃藥的 要小心 安眠藥啦 或者是一些 很多的藥物齁 醫生請你 在睡前吃齁 就是他本身 可能會造成 有點暈眩 所以這種 晚上起來都要很小心 要服好 常常都會聽到 都是晚上起來 然後會跌倒的病人 運動齁 這些也簡單運動 這個 這個也超推薦的 躺著 抬屁股這個動作 這個也超推薦的 這個是讓我們的核心 變強 變強壯的運動 這是練屁股的運動 這個 這些 就是 練屁股的運動 這個都非常 非常好 這是 讓膝蓋 練習膝蓋 肌肉的運動 我這裡面 比較推薦這一個 這個是叫 瑜伽的喬式 就是躺著 屁股頂高 然後躺著 站著 這樣 用屁股的運動 這個非常簡單 所以這個就沒有什麼 黏靈限制 因為即使我開癢 脊椎的病人 我第二天就叫病人 做這個運動 對 第二天就開始做 這個是 我第二天 我這個 人空關節的病人 就在做這個運動 讓肌力變好 非常重要 躺著抬腳 也是不錯的運動 扶著椅子做身邊 不錯 剛剛這個 這個我剛剛就有講過 站著抬腳 練習的肌肉力量 看電視這個 不自主的做這個 這個 就我的看法 比操練跑還要好 操練跑動用的運動的肌肉 比抬腳的運動的肌肉 再少一點點 這個就是那個 政府啊 這個QR Call 政府的QR Call 就是你可以掃描 可以去看說 你哪些運動可以做 但是我覺得 可能太複雜 太少 我自己是沒有點進去看過 我就是好像 我忘記是衛生署 衛福部 衛福部 國健署監獄醫生啊 但是在那個 我就上那個什麼 古中醫學會的時候 他叫我們要宣導的 再來是這個 古直中藥品很多耶 嗯 大家聽過古直中藥 吃藥有哪幾種方式 打中 打中對 有三年一劑 三個月一劑 六個月一劑 半年一劑 然後再來是一年一劑 還有 每天一劑的 每天一劑喔 很猛喔 但是效果超好的 超好的 但是也是要有 符合 試運症 假設你來看我這種 所以你符合這個 你可以試試看 大家聽到 一天打一針 覺得很恐怖對不對 就Cumbo 但是我 臨床上打過的病人 好像沒有因為 覺得很恐怖 不敢打的耶 對啊 都覺得不能 偶爾都遇到一兩個 但是 大地震病人 都可以打下去 一天打一針 那不是 像我們去打疫苗那種啦 不是啦 這跟打 我不知道 家裡有沒有遇到過 那種打血糖的 打血糖醫道書那種 就啪一下就好 就啪一下就好 對 那不是 這只是在 大概提一下 藥物的使用 還是要找醫生 要請醫生給你建議說 你適合吃藥啊 你適合打針啊 適合多久打一次這樣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樣 對對對 這個 骨質中用藥 大家有沒有聽過說 這位 牙科醫師常常講 你用骨質疏鬆的藥 不可以打牙 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有聽過這件事對不對 有確實耶 我們也常常遇到說 不能問我這個問題 那的確有一部分的 骨質疏鬆的藥 是不適合去打牙的 那原則其實蠻簡單啦 就抓三個月就好了 三個月 就是說你打完這個藥 欸 我要做牙科治療 希望等三個月 或者是我要做 做牙科治療 我就三個月之後 再打骨質疏鬆的藥 如果現場有病人 在做這個的 這個治療的話 你可以跟你的牙科醫師 還有這個骨科醫師 去敲好這個做治療的時間 差不多間隔三個月以上 是比較安全的 這個是 就是 訪班上的建議 打針 三個月之後再 中間上就不要拔牙 拔牙三個月之後再打針 大概這個概念 那當然如果說 擔心的話還是要 就是每個地方都要注意好自己的口腔衛生 才可以減少下月壞死的機會 對齁 剛剛講到 這個 運動跟飲食的健康 健康 健康 運動 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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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比較容易攝取的 是什麼 其實我們常常跟 以前我的學長老師跟我說 你去聽一場演講 記得一件事帶回家就好了 對 這樣今天來聽演講 可能其他東西都忘掉 然後記得一兩件就好 像古知書跟何記得 醫生跟我們講到陽光運動也是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講說帶回家什麼 要做好運動 這幾件事情會讓我們更健康的事情 這個東西就會帶回去 當我們今天來的這個收穫 就非常好了 然後講到飲食 那 複習一下 吃什麼 最能攝取 深色的蔬菜 最能夠 對其實 其實多色的蔬菜啦 多色的蔬菜 因為蔬菜幾乎都是綠色的嘛 所以我們會深色蔬菜 那譬如說 白色的話也很多耶 五色蔬果呢 其實都蠻高的 我們這樣看起來都蠻高的齁 一顆拳頭大的蔬菜 幾乎是抵一個500mm的鈣片 一顆500mm的鈣片 幾乎就是一顆深色蔬菜的 那個鈣質的攝取量 那如果是 我當然三餐不濟 因為亂吃或藥食 那沒辦法 因為自己可以準備的話 你要吃鈣片 還是要吃 一球那個地瓜葉 好像吃這個比較好齁 對不對 還是要你吞一顆鈣片比較好 其實對 它得到好處 那我已經講對了 它得到好處 不會只是 就是攝取概念簡單 那它有很多的一些礦物質啊 維生素啊 纖維啊 這些東西 健康是一個全面性的東西 你看你說牛奶 只有帶子嗎 不是齁 欸 那 那我們來 我們來一個QA好了 大家猜一下齁 牛奶裡面哪 牛奶裡面的成分 我們講牛奶裡面的成分 我們講牛奶裡面的成分 熱量好了 熱量 哪兩種東西 佔比最高 熱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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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量耶 水分都沒有熱量 嗯 我們這裡去看那個成分 營養標示 那我自己來看一下 要猜一下 嗯 嗯 來 脂肪 不是 你看喔 脂肪 脂肪不是 再來咧 熱量往後面含熱量 最多的來源是什麼 沒有什麼那邊 不是我是說牛奶裡面 一瓶牛奶 碳水化而物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它含最多是乳糖 糖也是碳水化而物 沒有加糖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牛奶 它裡面講熱量 單純講熱量 它是乳糖 它是乳糖 先來也不加糖啊 對 不加糖 還是有乳糖 我們小baby 假設我今天一個小baby 他就是喝牛奶 或喝牛奶 它裡面其實也需要蛋白質 需要油脂 需要糖類嘛 所以它是一個完整的成分 但它提供熱量 它一瓶牛奶裡面含最高的熱量 尤其是乳糖 它是糖類 那 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到減重狀況的時候 也不要吃太多牛奶啦 它其實也說燙的啊 以為我就是要攝取蛋白質 沒錯它蛋白質還不少 但是它裡面的糖也不少 好 那單純要講 呃 鈣質又高 又沒有這個太多熱量負擔的 那就是生鮮蔬菜了齁 豆腐裡面裡面就講就是豆子嘛 豆子裡面含鈣也是不少 但是豆子哦 一樣那個那個那個我們去吃的豆腐哦 如果你有興趣看一下它的成分標示 有時候添加物還不少 那 豆腐這個東西 你去看它裡面添加很多會加麵粉耶 我去看過那個營養標示 尤其是什麼 百葉豆腐啊 那個那種東西 這已經是食品了 那剛剛一開始就講到說 你從一眼看下去 你可不可以猜出它是什麼東西變成的 那叫是不是原型食物嘛 那如果說 吃豆腐 五合豆漿 豆漿我知道它就是豆子嘛 跟水嘛 除非你會加很多糖啊 會加了調味啊等等 會加去泡劑啊等等 有些那個豆漿會加那個去泡劑嘛 所以這個 大家在買豆漿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有成分之前 豆漿水 那大概就是沒有加那個去泡劑的東西 所以可以看一下那個營養成分標示啊 所以選擇原型食物會比較好一點 好來我們講一下 好講一下牛奶這個東西好了 我們就直接講豆子牛奶跟全子牛奶好了 假設我們要用標準化一點東西就是 假設這個是一個完整的鮮奶喔 不是調和乳喔 鮮乳 沒有還原不是奶粉 不是變成奶磚在還原的 很多牛奶是這樣做 淨和牛奶有些是變成奶磚 因為奶磚比較好運送 然後它比較不會壞掉 它只要冷凍一顆一顆的奶磚 飛機載來台灣或是船載來台灣 然後再把它融成牛奶 它可以調成這個成分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講鮮奶就好了 其實脫脂牛奶它就是把脂肪拉出來之後 再回填一些鮮乳 那叫脫脂牛奶 那我們就是要看說 我們今天喝牛奶的我們希望是什麼 假設有自己在喝 我就會選脫脂牛奶鮮奶 我不會去選就是還原 有些是調和 你去看那個成分標示 它會有些是鮮奶加奶粉 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有一些兒科的報導是說 小朋友他從牛奶鮮奶裡面 攝取一點脂肪的話 它會有一些脂溶性的維生素的攝取 所以小朋友 人家小孩我就是給他喝全脂的 那我自己就是隨便喝 我能選我就喝脫脂的這樣子 嘿大概這樣 奶粉這個東西 它其實就是也是為了儲存跟運送的方便 假設我們今天那個冬天的時候 奶量比較多嘛 它就會把它變成粉的形狀 它比較好保存跟比較好運送 那還原奶粉的營養成分跟鮮奶其實是一樣好的 標準但是它成本比較低啊 對它成本比較低 這個是你去看只要是牛奶裡面 你去看它有加奶粉的 它比較便宜 但是這個東西它並不是說它不健康不營養 它只是經過一個過程保存的期限會變長 然後它可以比較容易運送 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們醫學上有很多東西 它會用冷凍的方式去把它延長保存期限的 這都是一個醫療的一些技術 有很多的疫苗啦 或者是一些注射用的藥物叫做冷凍的凍 結晶的晶 那叫凍晶 凍晶的技術它可以讓這個東西保存更久 然後可以讓它運送更簡單 所以說凍晶的技術的確是很不錯 那食品也是有一樣類似的技術 它還原成原來的狀況其實它也是有一樣的接近新鮮時候的營養成分 大概好像講的差不多了 對耶 對 可以嗎 可以問嗎 不要 好 等一下回答你 那我們今天吼 就是講到運動 講到鼓鬆啦 因為這些題目都是蠻大的 蠻大的 那 希望就是帶大家可以帶一點這個好的東西回家 記得一兩樣東西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醫院 我們見過面對不對 有沒有 沒有 不知道 有來醫院看過診 然後請教老師說 那個關節炎 就是 也不曉得是不是叫做關節炎 就是會僵硬 僵硬那這時候適不適合爬樓梯 就這樣 如果是不舒服應該是要就醫啊 就醫啊 就沒有什麼事啊 然後是不是 就是要去運動活絡他還是 如果說你的關節醫師 跟你說 你的關節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又爬樓梯又很痛的話 那我們就先做一些不會痛的運動 譬如說剛剛有講一個 剛剛有看到一個 可能忘記了 這個是關節退化的病人 我們最常教病人做的 不要小看這個運動 你做的一百個兩百個 你的大腿的肌肉會變得 很有感覺你在運動 兩隻腳都做 一般我會跟病人說 你一天做兩百個 那不是第一天就做兩百個 然後第二天我好累哦 然後就不做了 希望是說 我對於病人講 你可以從五十個開始 踩下去十秒 勾起來十秒 踩下去 我相信這個運動 你做一定不會痛 但是你的肌肉會痠 扶著椅子輕輕地做深蹲 哦 深蹲 不要彎腰駝背 深蹲 就像坐著就有感覺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做得到啊 就扶著嘛 扶著桌子跟輕輕的蹲 10秒鐘站起來 10秒鐘站起來 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會突然就痛起來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毛病啊 那就來找醫生啊 我沒有辦法這樣給你診斷啊 我沒有辦法這樣 因為一個關節炎 我們不會直接說你是退化 說不定是痛風啊 說不定是分屍啊 說不定是脫下性關節炎啊 說不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發炎啊 不知道 所以要做 或者只是單純的運動傷害啊 或者是很多 我可以講十幾個關節炎 細菌性關節炎 痛風性關節炎 很多關節炎 所以假設診斷還沒有出來 很難跟你講 但是如果 好假設你是因為機率不足 或者是簡單的輕微退化 造成你上下樓梯的一些困難 剛剛那個運動建議你先做 簡單的運動 那不會造成你疼痛嗎 還有我的朋友他是 他是就是打玻尿酸 然後打了以後他就說 欸就好了 慢慢的就好了 運動善是我們 脫下性關節炎 輕微脫下性關節炎 就像是一台舊車 你給他抓去做潤滑 他會變得比較潤滑 但他不會讓叫舊車變新車 不會是潤滑完他變新車嘛 不會 但是會比較好開一點 還是會復發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好啊 那是打在這個 打在關節槍裡面 就像是汽車的引擎 你給他灌上新的機油 對那適不適合做一樣 要看醫生 比較能夠知道說 你的狀況 適不適合做那個 這個 關節注射 關節注射還有好多好多的選擇 哇他有大約可以講兩個小時 脫下性關節炎可以講兩個小時 而且應該講不完 不過可以大概回答你 第一個要做好診斷 要找一個你覺得可以信賴的醫生去做診斷 診斷對了 這個弱點對了 才有治療才會對 這樣 謝謝 嗯 那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沒有各位 來這個 大姐來 郭醫師請教一下 那是誰來 每天喝那個 優鈣乳 那他到底對骨質疏鬆有多少幫助 如果你平常就已經攝取足量的鈣 譬如說從食物啊 從這個 各種各式各樣好的食物 已經攝取足量的鈣喔 那你在吃鈣片 喝優鈣乳 優乳鈣 喝優鈣 就沒有必要 但是如果你平常攝取 假設像我跟三餐不濟 都沒有吃到健康的飲食 那國劍署的建議 台灣的人 會以鈣質的 額外攝取啦 一天大概五百六百 從那個 顆粒的藥物中去攝取就夠了啦 藥廠都會跟我們說 一天要攝取到一千二一千五 一千二一千五 難道我們都不吃 蔬菜嗎 那你都不喝牛奶嗎 那你都不喝豆漿嗎 難道你都不吃生蔬蔬菜 不是耶 所以我們希望大部分從食物中攝取 取不足的 你要補充你買的任何的產品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 可是那個就是已經有那個 骨質疏鬆的狀況了 然後每天喝那個 就是十七七的那個 如果你骨質疏鬆已經發生的話 你要想辦法讓這個水桶的水變多 或者是要讓它流失變少 這兩件事情 這個叫做藥物的治療 那椰乳鈣這個東西它就是鈣質 它並不是讓流失變少 那你說它會不會讓水桶變多呢 那就要看你平常攝取的鈣質夠不夠 它只是你攝取鈣質很多的因素 其中一項而已 如果不是我今天有吃十七七的藥乳鈣之後 我的攝取量就很貴喔 我的骨質疏鬆就會好了 不是這個這個對應的關係 所以希望我剛剛講的 回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健康的生活 那要不要用藥物 不包括藥乳鈣這一項喔 剛剛講的藥物 就是減少 我們剛剛講說拆房子 不要拆的那麼快 蓋房子要蓋的快一點 那不是這一類的藥物 那個比較偏向是鈣質的補充 鈣質補充正確 但是跟我們在做骨鬆的治療 又不完全是符合的 這樣子 它只是一點點 它就是一個我們攝取鈣質 假設我們今天要攝取100分的鈣 我們希望100分都來自於食物 但是可能食物吃的不夠 於是我們再加一點 不管是顆粒的啊 有各式各樣的鈣啊 什麼珊瑚鈣啊 什麼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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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鈣酸鈣啊 什麼什麼什麼蝦子鈣 什麼鈣好多耶 那每個都要問我一樣的問題 但是我們告訴你 這個東西就是攝取的一部分 最好的東西來自於 健康的飲食 健康的生活 那如果不夠的部分 不足的部分 你再補充這個 我想是很利的 對 那它還是有一點點幫助 你可以假設你有在吃這個鈣 你可以每年做一次骨子密度看看啊 發生在你身上跟發生在別人身上也不一定相同啊 你如果做健康的生活 健康的飲食 再補充你說的那個有乳鈣等等 看看你可以自費做每年做一次的骨子密度檢查 那可以更知道你的趨勢 請問自費一次要多少錢 有的醫院是算部位的 一個部位八百 三個部位可能一千多塊 那你醫院是全部一起做的是一千塊 大概一千塊上下 對大概抓這個 這個 大概抓這個這個 還有一個花費這樣子 所謂全部的是不是包放的那些 剛才講過我們在做考試的時候 全部的人是拿來做比較的 所以不會譬如說 日本人做肩膀 台灣人做膝蓋 不會全世界都是比髖關節跟脊椎 全世界喔 所以大家拿出來考試成績 喔應該比一樣的地方這樣才會準 所以台灣我們沒有比較奇怪 我們也是做兩個髖關節跟脊椎 腰椎的部分 了解 謝謝老師 來 恰到請說 你那個骨頭那個膝蓋 那個除水跟落水的那種觀念 那個是骨質疏鬆 對啊 出發要是不是喝水 那太少 喝水一天喝水會再灑 那個大哥我跟妳再補充一下 我剛剛說 進水跟落水不是講水啦 那是骨質啦 不止 骨質 就是說我們的骨質每天都會流失 但是也每天都會生成 就像一個大水桶一樣 它會進水也會漏水 那我們希望進水多一點 漏水少一點 啊當然多喝水是很好 你看我就是 一里公園也上喝點水 多喝水是好事 但是不是 我們剛剛講骨質疏鬆 那多喝水是好事啦 對 來那個請講請講 過程師不是有意義嗎 那個 常常那個跑出馬是不是不影響關鍵 非常多人問我這個問題喔 如果我跟病人說 我認為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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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支持力都不夠 但是我會跟病人講 不是我認為喔 我查過文獻 我查過統計 有跑步 有爬山的人 發生突充性關節炎的比例 跟沒有做的人他的比例是一樣的 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 但是選手有 選手發生這個 那個突充性關節炎的比例 有比較高 所以我開始慶幸 我不是選手啊 還好我的能力沒那麼強 拳馬沒有跑到兩個小時 所以太多不好 但是一般的 像我們這種業餘愛好者 發生突充性關節炎比例 沒有比較高 沒有 但是 呃 我們從運動裡面去看 我們 發生的不定量比較高喔 但是我們可以得到好多好處 心肺功能的 提升 快樂 肌肉的維持 這些都是我們骨科的好朋友 我們希望 病患來的時候 心肺功能好 肌肉量好 如果只有關節退化 我非常好治療 如果心肺功能不好 肌肉不好 心情不好 又有突充性關節炎 哇 好難治療啊 很難 非常難 所以希望 萬一有一天 我本人發生突充性關節炎的時候 我希望我的肌肉不要太差 肌肉好 比較好治療 對 所以這個 大家 可能 當然會啊 我們像今天頭拉股 拐車 拐一台小輪胎 那輪胎都很快壞掉 對不對 一定會 所以 體重重 我們希望像林書豪這樣子 都是肌肉 但是比較難啊 但是至少要有一個目標嘛 對 身高體重都一樣 肌肉量多一點 對 自然就 看起來比較小隻一點 這樣子 啊我剛剛請你做這個運動 不要痛了齁 不會 不可能叫你每天去游泳 如果做不到的話 先做這個 找一個你可以信賴的醫生 幫你找到關節炎 為什麼痛 這個蠻重要 還沒有問題 還是有來問你們問題 我問你 這幾關節過後 都過了什麼 會有什麼會有症 哪一個事情過後 七關節 什麼東西過後 手術過後 動作 換了七關節過後 過了什麼會有症 那看成功不成功 我自己講 我母親啊 我去年三月底 到媽 我自己到媽開刀 我媽現在可以跟尾巴 去爬那個九五瘋欸 對啊 我媽也是有點年紀了 她可以跟我拔去爬九五瘋 她還沒開刀 錢做不到啊 對啊 我怕泛成功關節 因為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她確實壞掉了嘛 那我希望各位一輩子都不需要緩 但是針對一道壞掉的時候 當我們建議說 開刀比不開刀好的時候 那就要考慮去做手術啦 那當這個大陸問我說 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那這個問題太大了 我可以講就是十個病發症 二十個後遺症 但是如果要看最不好的 那什麼手術都不應該做 而且就是 是不是也會再拉這個一道 醫生就是希望能夠避免這些後遺症 避免這些病發症的發生 然後今天用動手術前 手術後都可以做啊 伸展沒有問題啊 那膝蓋的伸展沒有問題啊 這些運動伸展運動 都是非常鼓勵的啊 那比如說這樣拉那個 蹲蹲跪減少就好了 通常是關節的病患 我們建議蹲蹲跪要減少一點 蹲蹲跪的時候 可能是四倍體重 這次我們先寫的 我用力學研究 我如果蹲在地上 是四倍體重的 力量壓在下面 最常病人問 你開了你站不站 反應四倍體重壓在你的膝蓋上 怎麼站得起來 四倍體重 假設我70公斤來講 四倍呢 47 28 280 一隻腳要乘到100多公斤 就是力學研究是這樣講的 假設我這樣站 一隻腳就是一半一半嘛 蹲下去的時候就是四倍 對啊 那你要喝嗎 謝謝 欸 那醫生他那個肌肉鬆弛劑給我吃 結果我吃那個藥下去 隔天牙齒痛 我去看牙科 牙科照起來的時候 牙齒沒怎樣 然後照一直光 那我請問 我就是說吃那個肌肉鬆弛劑 跟牙齒有關係嗎 會嗎 會痛嗎 這樣會嗎 我叫那個醫生 那個牙科是叫我去看三叉神經 這個跟肌肉鬆弛劑沒有關係 想必說什麼太直接的關係 那怎樣 對啊 但是我剛剛有提到 骨質疏鬆的病患要注意那個 那個 牙科的治療要很注意啊 欸 有在吃骨質疏鬆弄藥的 不包括剛剛那個大姐講的 鈣不算喔 鈣不算骨質疏鬆弄藥喔 所以我們 其實剛剛講說 拔牙啦 牙科治療啊 植牙啊 這些東西要注意骨質疏鬆弄 對不對 剛剛有提到對不對 那 不包括吃鈣喔 鈣把他當成這個營養啊 食物啊 鈣質的補充就可以了這樣 來來 請講 手會麻喔 跟那個頸椎這邊 我去看 有可能有關係 他說 就是 做復健掉格子 不然就是開刀 做牽引 對 是這樣子 還有其他情形會手麻嗎 那就是 如果醫師已經跟你做完 我們講說鑑別診斷 他已經做了鑑別診斷告訴你 他的來源是頸椎 除非你覺得這個可信度不夠高 那你覺得可信度不夠高 那就是再找第二個醫師諮詢啊 他就是掉脖子還是 我也是在心態醫院 掉脖子 可是還是很麻啊 那我們有其他的症狀是 手麻 有啊 手麻他整條線都有機會啊 譬如說 碗隧道症候群啊 譬如說手臂神經症候群啊 那當然有可能是頸椎的問題 所以這變成說 你假設覺得 欸這怪怪的 你可以再請教 你的主機師 或者是在諮詢 那是看骨科嗎 骨科我們常常看這個問題 所以看骨科 看骨科看神經內科 神經外科大家都可以 我是看神經內科 然後他跟我說 就是有照片子 如果說你一陣子覺得還不是很 這個症狀還不是很明顯改善 你可以來找我啊 喔 喔 我們再看看 因為資料在醫院有 我們可以直接看 好 好不好 你直接掛號來看 對 那 你說其他的問題 那就是再看看 有沒有可能其他的問題 這樣子 那 那換我問 問大家問題 好不好 呵呵 來 那我們 我們剛剛講 就是 呃 希望大家帶回去 簡單的 的 這個 這個 帶回家的 收穫對不對 呵呵呵 來 不是 不是要問這個啦 陽光運動飲食 沒錯啦 然後 來 陽光處方夏天的時候 來搶答 來舉手來快點 我剛看到那個紫色衣服那個 陽光處方夏天來 請講 我剛講的 我剛講的 一天多久 什麼時候做 提示啊 欸 一天兩次 早養 早養各二十分鐘 哇 對餒 不對不對不對 重來重來 來有沒有要補充的 男性 可以可以可以 來黃色衣服的大哥好了 早養各十分鐘 早養各十分鐘 也可以啦 可以啦 總和有點對了 其實運動處方 當然沒有那麼的局限 就是說 我計時開始 二十分鐘 結束 不是這樣啦 那 陽光處方夏天的時候 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偷偷時間 抓二十分鐘 清晨或傍晚 好 那剛這個大哥講說 早上十分鐘 搭完十分鐘 也行 也行啦 不會怎樣 有曬太陽 有運動 都是好事 那陽光處方 冬天呢 來舉手 我看到的是那個 那個穿 對襯衫的 紫色 清晨或傍晚 半個小時 對對對 這怎麼講 大家把這些 好的概念 都帶回去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再繼續 有獎真答好了 嗯 好 這個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症 的 我們講男生好了 幾歲 剛講幾歲開始 要建議男生 做一次骨質疏鬆的檢查 戴帽子那個 六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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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可以啦 我們抓男生啦 我們再補充一下 六十歲左右 可以開始考慮做一次 我男生有遇到過 我男生有遇到過三十幾歲 來跟我說 他體檢發現 骨質疏鬆的喔 但是他做的是 剛剛那個 腳踩一下 剛剛有一個 黑色衣服那個小姐講的 那個 某一下說他骨質疏鬆 三十幾歲男生 他緊張的要命 就做那個 正確的檢查 發現他是正常 喔 正常 所以 如果發 這個 在社區 有藥局 跟你做的是 腳底跟你說 你好嚴重 你要買這個藥師 要不要聽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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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請醫生幫你做的是 確定的檢查 也許是 也許不是 不是最好 不是就幫忙做好 那個 好的健康管理 陽光運動醫師 那如果是 那就要做治療 那再問一個問題 女生建議 第一次做骨質疏鬆什麼時候 這一個 這一個 嗯 不對 不是用年紀算 來那個 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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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那個 女生建議第一次做這個 骨質疏鬆檢查 停經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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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我們希望抓在停經 有點亂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次了 好 對 那 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女生 我要抓在 不是我啦 就是要 古松醫學會建議 要在 停經前後做呢 來 後面 最後面那邊 怎麼樣 荷爾蒙的影響 女性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是會 正確 正確 女性荷爾蒙是一個會保護我們 骨質流失的一個荷爾蒙 但是 我們 會不會 補充 女性荷爾蒙 來 治療 骨質疏鬆 不會 不會 那是好舊好舊以前的觀念 但是呢 我 大概在民國 九十 九十五年 九十三 九十四那個時候 住院醫師那個時候 這 就已經把 這個 呃 女性荷爾蒙 剔除 骨質疏鬆 用藥這個部分了 大概 民國九十幾年那個時候 所以現在又過了二十年了 我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這個就已經 不是我們 會使用的了 好 好 那我們 來來來 怎麼樣 醫生建立 看陽光的時候 因為在 接著那個 房屋的時候 沒錯 正確 眼睛閉著那個 陽光就是沒有很慘的說話 這個閉眼睛 他肝眼症上有幫助 這個沒有意思 閉眼睛看陽光還是 對 閉著陽光就是 它 圍著那個 房屋的 沒有什麼刺激 天神 天神 或是那個 直視陽光 還有很灰色的陽光 但是 這個也就是 白內障 眼睛有幫助 對對對 不會去直視陽光 你說閉著眼睛看太陽 對 睡著眼睛看 這有 陽光很熱 就是它 黃金的 這個 我比較不想說 對啊 不好意思 我沒辦法回答你 對啊 沒有什麼刺激 可以陽光 沒有什麼刺激 還有陽光 還有那個方便 對對對 這個 但是我比較沒有辦法回答你 因為那個 我不是眼科的 所以比較難回答你這個 但是 就我們醫生知道 就是 你說陽光 不要直射 不要直視就好啦 你說比較熱的陽光 這個沒有關係 但你說跟肝眼症有沒有幫助 我沒有辦法 我就跟你回答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好不好 大家回家休息